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Mia探视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般都是三代同堂住在一套房子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住在富士房和别墅 而如果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 每天上下楼可能就不太方便了 如今外国人发明了一种迷你电梯 而这种电梯也打破了传统制造方法 他不需求钢丝绳做牵引 利用罗杆驱动 只需打开舱门按上下键就能使用 他在12米的高度之间使用 占用空间在0.8至1.0平方米 载重量400公斤 推荐3到4人 而电梯上下处都装有感应体系 避免宠物或小孩在电梯底下而出现意外 电梯有备用电池 不用担心停车卡在一半的问题 这种迷你电梯价格在2万円左右 大多数家庭都可以承受 后期的保养维修也很简单 人们通常都会将这种迷你电梯安装在墙角 适用于家具转移 轮椅老人也可以自由出入 如果家里有腿脚不便的人群 可以重点考虑哦 怎么样小伙伴们 看完后你是否也心动了呢 好了 下一期将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评论转发和关注哦